ABS健康生活Tips 帮你从日常大小事一起来顾健康 首先要带您看到 这阿兹海默症的患者 有可能会有新药可以用了 主要就是因为里来公司 他其实有开发了一款阿兹海默症的新药 而且已经获得批准 只要患者每月进行一次 所谓的这个静脉的注射 情况恶化的速度 平均会减少35% 而根据中国时报的报道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里来的药物 这一次除了获得证实之外 这12月的疗症 其实就可以完成的 来把大脑中的淀粉样斑块来清除 除了可以有助于脑部衰退的进程 也可以来加速后续的这个恢复时间 只是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这样子的新药 到底能不能列入医疗保险 也会成为未来的关注焦点 好 今天需要让你看到 其实明天就是24节季中的小鼠了 但是在小鼠里面 到底我们的饮食要怎么调整呢 根据联合报的报道 其实中医师彭文雅就提醒 小鼠养生最主要的原则 就是要来吃当令的食材 而且可以多吃一些降火器排湿器的食材 有哪些呢 其实就包含竹笋 莲藕 还有芽菜 同时他也特别建议可以来吃 所谓的这个绿豆一人汤 另外他也说现在天气很热 其实我们都会吹冷气 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 很容易四肢冰冷 显异循环也变差 所以进出室内外 其实要非常注意所谓的温茶变化 进冷气房最好屁件小外套或者是围巾 做好阶段性的降温 防止血管突然收缩 引发心血管疾病 天气热除了会到冷气房里面 其实很多人也会靠水果来消暑 但是火龙果有分红肉跟白肉 到底差在哪 您分得出来吗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其实白肉种还有红肉种 里面都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的BC 还有膳食纤维以及甲等矿物质 但是红肉的还比较特别 因为里面还有铁汁 还有所谓的甜菜红素 所以具有抗氧化的效果 只是我们在买的时候 要怎么来挑选 当然我们要挑选的是 外观是比较饱满 而且表皮没有被压伤 病虫害或者是开裂 最后也要注意这鳞片 还有果梗的切口 是否也很新鲜 好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 除了吃水果 刚刚有提到抗氧化 但是大家希望但皮肤 也可以变得比较白皙 尤其是看到金喜善之后 很多人都想要跟他一样 47岁的韩国原祖女神金喜善 其实最近是时隔三年 成为韩总一起吃饭吧的 固定主持人 其实很多人看到他都很惊讶 说金喜善怎么都不会老 一样是那么漂亮 根据ETtoday的报道 其实金喜善也透露了 他自己的动靈关键 就是勤擦防晒 而且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DIY奇异果的面膜 甚至还会实施 所谓的蜂蜜断食法 而且他利用这个方法 其实已经瘦了4公斤了 最后金喜善其实也说 其实他自己 喜欢含有橄榄成分的卸妆油 来卸妆 甚至起床空腹的时候 也会吃上乳酸菌的胶囊 最后也提醒 其实最大的关键 当然是要保持好心情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最后大家看到 很多人每天都要喝一杯咖啡 不喝就觉得不对劲 但其实以全球来看 每天要喝的咖啡 已经多达35亿杯 而根据ETtoday的报道 营养师也说 其实喝咖啡 只要适量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有几个 还是要建议大家来提醒 包含我们的咖啡 尽量不要加糖 还有不要加奶精 我们可以改喝加纯牛奶的拿铁 口感比较柔和 而且还能补钙 最后也要说 这个咖啡 刚刚说要适量喝 才会比较有益处 因为以目前来说 其实每天最好咖啡因 比较超过400毫克 已经尽量下午3点之后 就不要再喝了 喝对了才能发挥 有益健康的作用 以上就是最新的健康内容 提供您做参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